亲爱的小朋友们,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,叫做小红帽。 从前有个可爱的小姑娘,谁见了都喜欢,但最喜欢她的是她的奶奶,简直是她要什么就给她什么。 一次,奶奶送给小姑娘一顶用丝绒做的小红帽,戴在她的头上正好合适,从此,姑娘再也不愿意戴任何别的帽子,于是大家便叫她小红帽。 一天,妈妈对小红帽说,来,小红帽,这里有一块蛋糕和一瓶葡萄酒,快给奶奶送去,奶奶生病了,身子很虚弱,吃了这些就会耗一些的,趁着现在天还没有热,赶紧动身吧。 在路上要好好走,不要跑,也不要离开大路,否则你会摔跤的,那样奶奶就什么也吃不上了,到奶奶家的时候,别忘了说早上好,也不要一进屋就东桥西丑。 我会小心的,小红帽对妈妈说,并且还和妈妈拉手做保证。 奶奶住在村子外面的森林里,离小红帽家有很长一段路,小红帽刚走进森林就碰到了一条狼,小红帽不知道狼是坏家伙,所以一点也不怕它。 你好,小红帽,狼说。 谢谢你,狼先生。 小红帽,这么早要到哪里去啊? 我要到奶奶家去。 你那围裙下面有什么呀? 蛋糕和葡萄酒,昨天我们家烤了一些蛋糕,可怜的奶奶生了病,要吃一些好东西才能恢复过来。 你奶奶住在哪里啊,小红帽? 进了林子还有一段路呢,她的房子就在三棵大象树下,低处围着核桃树篱吧,你一定知道的,小红帽说。 狼在心中盘算着,这小东西细皮嫩肉的,味道肯定比那老太婆要好,我要讲究一下策略,让他俩都逃不出我的手心。 于是,他陪着小红帽走了一会儿,然后说,小红帽,你看周围这些花,多么美丽啊。 干嘛不回头看一看呢? 还有这些小鸟,它们唱得多么动听啊。 你大概根本没有听到吧? 林子里的一切多么美好啊,而你却只管往前走,就像是去上学一样。 小红帽,抬起头来,看到阳光在树木间来回跳荡,美丽的鲜花在四周开放,便想,也许我该摘一把鲜花给奶奶,让她高兴高兴,现在天色还早,我不会去迟的。 她于是离开大路,走进林子去采花,她没采下一朵花,总觉得前面还有更美丽的花朵,便又向前走去,结果一直走到了林子深处。 就在此时,狼却直接跑到奶奶家,敲了敲门。 是谁啊? 是小红帽,狼回答,我给你送蛋糕和葡萄酒来了,快开门啊。 你拉一下门栓就行了,奶奶大声说,我身上没有力气,起不来。 狼刚拉起门栓,那门就开了,狼二话没说,就冲到奶奶的床前,把奶奶吞进了肚子,然后她穿上奶奶的衣服,戴上她的帽子,躺在床上,还拉上了帘子。 可这时小红帽,还在跑来跑去的采花,直到采了许多许多,她都拿不了了,她才想起奶奶,重新上路去奶奶家。 看到奶奶家的屋门敞开着,她感到很奇怪,她一走进屋子,就有一种异样的感觉,心中便想,天啊! 平常我那么喜欢来奶奶家,今天怎么这样害怕? 她大声叫道,早上好。 可是没有听到回答,她走到床前拉开帘子,只见奶奶躺在床上,帽子拉得滴滴的,把脸都遮住了,样子非常奇怪。 哎,奶奶,她说,你的耳朵怎么这样大啊? 为了更好地听你说话啊,乖乖。 可是奶奶,你的眼睛怎么这样大啊? 小红帽又问。 为了更清楚地看你啊,乖乖。 奶奶,你的手怎么这样大啊? 可以更好地抱着你啊。 奶奶,你的嘴巴怎么大得很吓人呀? 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呀。 狼刚把话说完,就从床上跳起来,把小红帽吞进了肚子,狼满足了食欲之后便重新躺到床上睡觉,而且憨声震天, 一位猎人碰巧从屋前走过,心想,这老太太憨打得好想啊。 我要进去看看,他是不是出什么事了? 猎人进了屋,来到床前时,却发现躺在那里的,竟是狼。 你这老坏蛋,我找了你这么久,真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你。 他说。 他正准备向狼开枪,突然又想到,这狼很可能把奶奶吞进了肚子,奶奶也许还活着,猎人就没有开枪,而是操起一把剪刀,动手把呼呼大睡的狼的肚子剪了开来。 他刚剪了两下,就看到了红色的小帽子,他又剪了两下,小姑娘便跳了出来,叫道,真把我吓坏了。 狼肚子里黑漆漆的,接着,奶奶也活着出来了。 只是有点喘不过气来,小红帽赶紧跑去搬来几块大石头,塞进狼的肚子。 狼醒来之后想逃走,可是那些石头太重了,他刚站起来就跌倒在地,摔死了。 三个人高兴极了,猎人包下狼皮,回家去了,奶奶吃了小红帽带来的蛋糕和葡萄酒,精神好多了。 而小红帽却在想,要是妈妈不允许,我一辈子也不独自离开大陆,跑进森林了。 人们还说,小红帽后来又有一次把蛋糕送给奶奶,而且在路上又有一只狼跟他搭话,想骗他离开大陆。 可小红帽这次提高了警惕,头也不回地向前走,他告诉奶奶他,碰到了狼。 那家伙嘴上虽然对他说你好,眼睛里却露着胸光,要不是在大陆上,他准把他给吃了。 那么,奶奶说,我们把门关紧,不让他进来。 不一会儿,狼真的一面敲着门一面叫道,奶奶,快开门呀,我是小红帽,给你送蛋糕来了。 但是,他们既不说话,也不开门,这长着灰毛的家伙,围着房子转了两三圈,最后跳上屋顶,打算等小红帽在傍晚回家时,偷偷跟在他的后面,趁天黑把他吃掉。 可奶奶看穿了,这家伙的坏心思,她想起屋子前有一个大石头槽子,便对小姑娘说,小红帽,把桶拿来,我昨天做了一些香肠,提些煮香肠的水去倒进石头槽里。 小红帽,提了很多很多水,把那个大石头槽子装得满满的,香肠的气味飘进了狼的鼻孔,她使劲地用鼻子闻呀闻,并且朝下张望着,到最后把脖子伸得太长了,身子开始往下滑。 她从屋顶上滑了下来,正好落在大石槽中,淹死了,小红帽高高兴兴地回了家,从此,再也没有谁伤害过她。 到台南起来,其实很悲惨。 一边,怎么可能会有个小红帽。 我们出现猫中,我们出现了大石头桃花,紧, Automobil放入,开宝。